早安 今天是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光大证券教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雄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immy 今天大肆有什么借点? 今天大肆的焦点要留意 美国今晚会公布制造业的PMI 亦会公布初称失业救济金人数 除了宏观数据之外 近日陆续有一些美股业绩 即后的部署可以怎样做? Kimmy 都会给大家一些意见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向下的纳指跌幅是超过1% 美国的债息率继续攀升 美股三大指数是低开低收 收市向下 导致收市跌409点 收报42,514点 标指跌幅0.9% 收报5,797点 纳指跌1.6% 收报18,276点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跌幅1.2% 今价先升后回 又价要向下 焦点股份方面 Tesla和苹果都跌2% Meta跌3% 麦当罗在美国爆发集体食物中毒 股价要跌5% 芯片股方面 NVIDIA跌3% AMD向下 台积电升2% 以月托政券形式在美国买卖 科网股ADR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阿里和京东都比本港上日收市低超过2% 港交所比本港收市略高 汇控比本港收市低大概0.2%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组断方向不明确 未升15点 38,120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下 升尼普通股指数升不够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43点 这是最新的情况 在新加坡交易港股克企 最新都是跟随美股向下 现在跌200多点左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跟Kimi谈论美股的情况 非常多事跟Kimi谈论 外围方面 我们先谈论Tesla业绩 业绩比市场预期好 盘后的股价急升超过一成 公司的顺利按年升17% 经调整的每股盈利升9% 去到0.72美元 数据比市场预期好 市场最关注的其中一个焦点 就是毛利率 总体毛利率版面有19.8% 其实升了1.9% 去到2022年第四季以来的最高水平 还有大家看着Cybertruck 其实现在都实现了正毛利率 总收入方面升8% 亦比市场预期好 最新的数据是251亿左右 早前看到Tesla公布完Cybercap 和Optimus的发布会之后 市场不太收货 股价列口向下跌了 但昨天盘后急升后 其实补回上次跌下来的列口 这次的业绩也叫做理想 加上其实Tesla和Optimus 都是Trump trade的一部分 你觉得这一刻买入Tesla 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时机呢? 因为看到 现在买是一个上升的情况 但看到TSM和Netflix 业绩之后 也有超过一成的大升 但之后也有一个稍微回落 给大家买入的时机 你觉得怎样判断Tesla 现在是否值得买入 以及买入价应该是怎样定的? 其实Tesla我觉得现在真是值得买入的机会 其实早前的发布会这么正 但它的股价也要跌下来 摆明就是坐下来买货 是 而且你看到它的发布会之后 股价虽然下跌 但跌完之后 你看它的股价走势图 其实它是一直横行一段时间 没有再大幅下挫的 都是在210元这个位置 看到一个明显的支持 所以昨天在业绩公布之前 都看到反复在210元这些水平 就是回落着 所以其实现阶段 都看到股价图上所说 它真的没有我们之前看到 超微电脑 SMCI出了坏消息 被人沽空的时候 那种大跌的状态 甚至也没有我们一会讨论的 Donald等等的 一些坏市股 即是那个股价 列口低开这么大 它现在还行着 所以其实我相信这段时期 是有不少的一些外资 或者一些基金是密集收货 因为听起来真的是很吸引 公司去到2026至2027年的时候 开始已经有一些 Optomus的AI机械人会投放市场 甚至它的robot taxi 还有robot van等等这些概念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 Tesla再配合 今次第三季度的业绩做得这么好 是做得非常之好 令到它的股价 盘后都升超过12% 其实我觉得 令到它今次的股价 会有一个盘后这么大的升幅反弹 最主要是它的毛利率 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其实Cyber Truck 我是一般的外形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有点像Batman那辆车 太过前卫 虽然我在香港里面 我没有见过真的Cyber Truck 这一个方向 亦都是因为Cyber Truck的毛利率 转正带动到整个 Tesla的毛利率 其实现在已经是回升 甚至是挨近超过20%的 这个情况 之前Tesla为什么会是 古往的地位呢 就是因为它的车 是大家觉得很前瞻性 新能源汽车 甚至也是毛利率 保持在20%以上 直到过往的一些贵度业绩 毛利率跌破20%以下 就不断减价促销 就是要去占买它的车 甚至是再出一些便宜的车型 大家觉得它的感觉 就好像降低了 所以这个股价 你都见到回报率 是没有NVIDIA 辉达 就是因为达的表现 是这么好 股王地位 让了给NVIDIA 但这次 我觉得它真的有一个翻山的迹象 当然了 再看11月5日 就会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路 大家明显知道 它一定是Trump Trade的 一个最热门的板块 如果真的Trump当选的时候 会不会他有机会 成为政治的一个 主要的 不敢说官员 或者是幕僚 或者是有机会 担任一职一官 令到这一只Tesla的股份 会不会有机会 它新能源汽车 在美国的顶单升了 或者会不会是相继上 令到它在美国的业务发展 更加顺利了 这些一定会令到它股价大胜 所以我觉得 拼一拼 现阶段其实 可以考虑一下 去低于吸纳的 其实也看到 它原先 发布业绩之前 210元这些位置 至213元 都是一个良好买入位 虽然盘后之后上回 但都可以看一看 会不会有机会 落到220元这些位置的时候买 因为暂时看到盘后 都涨到239了 是的 你计定的目标价是220元 希望大家买入 如果是向上网 其实你觉得可以看到多少 其实如果再上网的话 我觉得Tesla的升值空间很大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 知道炒股票的方面 你除了炒业绩之外 炒它未来的前景 也没有这个 令到股价再向上 之前大家看到NVIDIA 为什么前两个星期股价翻山 就是因为突然说 Blackwell的订单很好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毛利率或者是在AI的 芯片销售方面 有一个利好的前景 所以其实Tesla同样也是炒 你信不信它的robot taxi 还有robot van 还有optimus的订单 在未来2026年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方向 我自己相信的 所以我会看到它的股价 是有机会上回到 差不多270元这些位置 270元就已经是 今年7月的时候高位了 但最高是不是270元呢 不是的 最高的时候 其实如果再拉近一点点 就是在2023年去年9月的时候 是借近28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一步一步来 看看270元 如果真的是Trump当选 再加上这个效应 我想真的有机会回到这个位置 试试高位的 是的 继续观望着 还有两个星期大选 相信对美股的左右都很大 好 我们谈谈美股大股的情况 昨天美股向下 其实看到美债息 近日近日向上 美汇也继续在高位 近日的10年期债息 其实就上到4.2厘楼上 这个水平是7月底以来的最高 美汇指数 都去到104厘楼上 都是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现在的情况就是 市场对息口走势的预期 就似乎显示短期内 就未必再会出现一个大手减息 甚至有资产管理公司就说 预计11月那次议息会议 是未必会减的 如果真的暂换减息 对美股未来会有很大的冲击呢 这个机会 即是不减息的机会 或者对美股比较大跌的机会 你觉得暂时是否比较小 我觉得大跌的机会比较小 因为其实你看回9月份 美国宣布了减息的时候 其实是利好新兴市场 尤其是中港股市 但美股其实你没有见到 一个大幅度的升幅 特别就见到 纳志的升幅在减息之后 它的升势是跑输了道指 道指最近会回调 例如因为麦当劳、Starbucks 那些Starbucks的业绩 就做得一样的 麦当劳事故 才拖累整个旧经济的板块 否则你见到减息之后 纳志科技股 NVIDIA那些没有大胜 所以反过来 如果11月的时候 美联储真的不减息 反而可能是影响中港市场的气氛 美股的市场 我就觉得影响气氛不太大 这是第一 第二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